立法会第二长设委员会继续讨论法院制度修订法案 法院受助人必须是经济能力不足 但怎么才算经济能力不足 政府提案并没有讲清楚 只表示会由行政法规来定定标准 对于此举会否侵犯立法会的立法权 有可能抵触基本法 行政法务司司长陈立敏就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法律的观点和看法是不同的 有些说没有标准 我们说有 因为第八条有 但是计算的方式是否应该具体一点 我们都认同的 所以我们刚才也都跟委员会那里谈 我们也都会有些建议的 不过大前提再需要重新 是没有违反基本法 也都更加没有违反立法法 至于陈次长的说法 委员会是否认同就不得而知 因为委员会主席陈泽武 在传媒追访陈次长时就已经先走了 没有跟往常一样 透过传媒向市民大众 发布最新立法的情况 其实这次会议除了讨论 司法援助法案之外 还有与民生密切关系的商业登记法典的修改 不过到底说了什么 对大家有什么影响 会不会产生新的矛盾 这一切都留下许多的大问号 欧阳卫视 现在那张市委 澳门报道 各种研究章作与民生密切关系的工程账